大家欢迎收听这个正向报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0年5月20日 这里有个新西兰的异德台仰 还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在马来西亚马来近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节目之前 刚听就给个like 可以分享给朋友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你订阅你现在听听这个正向报之外 最好是订阅一下 这个网友编辑部和晒冷气的 订阅三宝人生静下更美好 今节就和大家讲一下这个习近平主席 在世界卫生大会开幕的致辞当中 有些讯息其实我们应该都需要知道的 有三点是很重要的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就在北京时间 18日 即是前日 前日 前日还是前日 算了 好像是 我忘记了 不知道是昨天还是前日 但是我是看直播的 我记得好像是昨天 哦 那就是昨天 对我们这边的市区 就是昨天 他说了一段说话 那题就是断结合作战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咦 那就是断结合一向他都提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大家都是要 就是大家的卫生 可谓全球触目 而国际社会都很关注主席的支持 那在全球抗疫一系列紧张的问题下 他说 扩建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高度 就提出六项建议 和宣布了五大举措 那每一条都很强调这个 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为国际社会团结合作 这个抗击疫情 指明了一个方向 那首先 那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团结 那习近平就说到 引起施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 展示疫情 实际是最有力的武器 全力搞好这个疫情防控 发挥这个维生组织 世卫组织的这个领导作用 和加强加大对这个非洲国家的支持 和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 然后就是恢复这个经济和社会发展 和加强国际合作 另外习近平也围绕加强疫情 提出了六项建议的 那么 很多专家都认为 这六项建议的指出紧逼的问题 又兼顾到长远的考虑 是一个有机的统一圆整体系来的 而且团结合作是贯穿始终的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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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世卫组织就是支持国际抗疫合作 支持这个挽救生命 也提到很多次 就是发展中国家 就是非洲国家 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强调帮助他们可以 触楼这个防线 是国际抗疫斗争的重中之重 那么专家认为 那么 体现出这个中国一贯支持的多边主义 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外交政策 那么 这一场呢 是由关全人类健康福祉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 全力协作搞好疫情防控 是关乎人类基本利益的当务之急 那第二个关键词 就是担当 那么中国始终秉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既对本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 也都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 这个是习先生说的 那么习先生又介绍了 疫情爆发以来 中国和国际社会攜手合作抗疫的实际行动 中国始终都是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及时向这个世卫组织和相关的国家通报疫情的信息 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的信息毫无保留 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 尽己所能 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和帮助 是的 这个说得非常之好 因为我们一开始关注这个疫情的时候 就已经看得到 这次中国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公开和透明的 是初初开始的时候就有点瑕疵 但是很快就已经到位了 而且所有决定都下得很快 那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一月份 一月初的时候 一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所有东西都已经整好 每一天的疫情的发展有什么数据的更新 钟南生先生有什么新的讲话 全部都是很快速地向所有各大媒体都提得到 所以以我来看 这次中国是做得非常之好 始终都是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 另外也说到中国国家元首在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这样一个这么重要的场合 发出了一个正本清言的讯息 推进全球抗疫合作 习近平主席也都郑重地宣布了五行的措施 那又变成五行呢 其中一行就是针对疫苗的 疫苗研发 习近平主席也说 基本上是半买半送送给人用的 共享疫苗研究出来的成果 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 我去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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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辛苦研究出来 是啊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那些药就mark up 设定到很贵 等这些人病死都算了 总之有钱你就买它 最后都是为了赚钱 那些药也有专利的 你拿到你都不可以复制 你不能拿去copy 因为我告你的 那么坏的 我觉得用这种知识产权 来保护自己 用在药物上 我觉得 犯人没有分别的 可以这么说 或者见死不救 见死不救 我认为是一种很自私的表现 知识产权 有时用在一些 比如说一些个人创作 比如一些文化创作 例如漫画 歌曲 歌曲 这些我觉得是无可厚非 但是你用在一些 救人的东西上面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习近平先生 这次他说出 会为全世界一种 一个共享 这个研究成果的话 其实也要感谢 各大的科研人员 中国各大的科研人员 他们的努力 是一个集体的努力 不是习近平先生一个 也不是 其实也不可以算得上 只是中国 其实在世界各地 都是一起去为这项工作而努力的 另一样东西 第三项 最重要的就是科学 科学呢 习近平先生就说到 而且也用了很大篇幅 去说关于科学 最重要的是 全力搞好疫情放空的时候 也要坚持以文为本 生命至上 科学调配医疗力量 和重要物资 在防护、隔离、检测、救治、追踪等重要领域 都采取有力的举草 尽快揭击疫情的全球蔓延趋势 尽力阻止了疫情跨境的传播 另外专家也表示 也反映出中国开展科学防控的成功有效的经验 对各国搞好疫情防控 展开国际联防、联控 有重要的啟發和借鉴的意义 也都是 是啊 这个说得没错 很多国家都是参考了中国那种方法 但是死后都不认 很多国家都是封城 跟着有隔离 全部都是中国最先做出的举草 所以有时候真的 口就不认 但是人人都跟着这样做 这场疫情防控斗争里面 足够了科学 而物防控梯是至关重要的 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 集中统一的领导 统筹运用综合国力 联防、联空、群防、群支 开展了全方位的人力组织 组织战、物资補给战、科技攻击战、资源调配战 以及坚持人民为中心 调集到全国最优秀医生 最先进的设备 以及所有急需的资源 全力以赴投入疫病防控和救治 最大程度提高了检测率、治愈率 大大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 另一样东西就是 针对国际社会关心的热点和一些关键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也提到 继续支持各国科学家们 开展病毒源头的传播途径 和全球科学研究 中国也支持全球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全面评估全球应对的疫情工作 总结经验弥补不足 也有强调这个 工作需要科学专业的态度 需要世卫组织的主导 和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这番话就有一次肯定 世卫组织的工作成效和成果 另外北京协和医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刘远立也说过 过去30年地球上基本上 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发的传染病出现 人类面与这种新发的传染病的挑战间隔期 也缩越来越短了 尽管每一次每一种新发的传染病 都是烈性传染病 不一定 不一定每一种新发的传染病 都是烈性传染病 不是一定 不好意思 我说错了 立刻更正 不要紧 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 应该做到常避不邪 但是主席也建议 体现了积极发挥 建设性引领作用的大国担当和科学的精神 正如主席所说 人类终将战胜疫情 重大公共卫生的突发事件 对人类来说 这肯定不是最后一次 厘清疫病发展的脈絡 从疫情中吸取教训 对人类社会今后 对有重大传染性疾病挑战 它有重要的意义 嗯 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挑战 有重大意义 就是要应对 不是说今后 对重大传染病的挑战有重大意义 其实是大家如何应对 这件事情就不会只是最后一次 这次不会是最后一次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次时间应该来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未订阅的朋友 希望你们尽快订阅我们这个频道 因为这个频道 那个订阅都是偏低 view数也是偏低 我知道的 内容有些闷 可能都说得不是那么好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学习 保持这个正向的思想 可以继续在这个困局里面 可以继续下去了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就是这样 拜拜 拜拜